超級瘋狂的 超級瘋狂的 東內溫度接近攝氏60度 如果沒有穿著具有冷卻效果的防腐衣 入內30分鐘就會沒命 因為洞穴下方 就是地殼炙熱的熔岩 熱水溶解岩石中所含的礦物 形成巨大的雅西酸岩石膏晶體 上百萬年的地下水晶洞裡 每一滴水都含有2億個病毒 英國和俄羅斯科學家 同時把目光拋向外太空 俄罗斯科学院生物医学专家伊丽因认为 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是由外太空坠落的陨石带到地球上的 2018年的时候 NASA参与的一个论文发表了 其实就是在警告人类说 外太空可能是有大量的病毒的 他们提出一些证据表明 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 以及1957年和1968年 世界各地的流感高峰期和太阳黑子周期相当吻合 病毒来自太空的说法 遭到美国天体生物学家驳斥 尽管理论上说得通 但病毒不可能在漫长太空旅行中 遭到辐射而存活下来 再由最落后的陨石传染给人类 也是毫无根据的 科学家又回到最早发现的动物宿主 蝙蝠身上找答案 那么在蝙蝠这个冠状病毒血液里面 也发现了这个PRA这样的位点 这就说明了这些位点不是人为差弱的 这是在蝙蝠这个种群里就有的 病毒表面的小凸起就像是一把把钥匙一样的刺凸 内部是合一壳和遗传物质 它没有任何细胞结构 不是人们所认知的活的生命 比细胞还小的病毒不能独立生长复制 要依托于特定细胞 甚至篡改宿主的DNA 病毒将自己的遗传物质带到细胞核当中 然后进行疯狂的复制和组装 最终从细胞里面爆发出来导致细胞死亡 病毒在入侵宿主细胞后 部分基因片段就会永远保留下去 像是人体有2万个基因 8%来自于病毒 其中包括胎盘基因 有科学家做实验 如果把哺乳动物 基因里面的这一段病毒代码去掉 那么哺乳动物的胎儿就会死在腹中 没有一个能生出来 Bilus源于拉丁语 意思是蛇的独意或人类的精益 意味它可以毁掉生命 也可以创造生命 病毒透过突变和基因重组 在不断地演化 核心遗传物质分为DNA或RNA RNA病毒不稳定 常常突变成亚型 具有致命的冠状病毒 艾滋病毒都属于RNA病毒 它们和SARS病毒是同门亲戚 但变得相当快 疫苗永远赶不上变异速度 人类只能控制病毒 却无法永远消灭它